好,大家好,我是丑老虎 大家學日文辛苦了 那我們來看這個石油課 最後面那個短文 我們第二側石油課最後的短文 那我們看一下,先看到這個課本的五十七頁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短文 有沒有看到他有標題嗎? 歐沙卡,他的標題是歐沙卡大阪 神戶,神戶叫什麼,寇北 歐沙卡,寇北 然後什麼,京都 還有京都 這個奈良,奈良叫什麼,奈良 奈良,奈良,奈良,奈良 好,那他的標題這個 我們看他寫什麼 我們看一下第一句歐沙卡哇 他說這個大阪有沒有 歐沙卡哇大阪 很大 很大的一個城市 好 你看下面那個圖 面白 面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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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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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 食物 好吃 食物 很好吃 下一段 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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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 京都 農 中 東 那 長 Athنا Vac 大阪 方 如果從大阪去的話是很近的 所以這些地方如果從大阪去是很近的 四個叫做游汁 游汁の町 他就說這個四個城鎮 の中で 這個四個城鎮的裡面 在這個四個城市的裡面 ナラガ ガ強調是前面的對象 他強調說這個奈良 一番古いです 這個奈良是一番古い 這個奈良是最古老的 這個奈良 奈良和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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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い 古い是很舊的 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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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神社 還有這個神社 還有Oi 色妙和神社,Oi是很多 Dex是肯定,所以OiDex是很多的,然後後面卡拉是因為 因為這個神社,寺妙很多 下一句 外國人 外國人 摸 摸 下面那個句型有沒有 我們那個 連接型 動詞連接型加甚麼 kuru是來,所以是來幹嘛 那那前面那個動詞是Asobu Asobu 本來問過很多次,Asobu是玩嗎? 那我們改成連接型,變什麼?Asobi 那Asobi ni Kibu是什麼?來玩 那我們改成Masu,所以Asobi ni Kimasu 所以他們也來玩,所以外國人也來玩 因為外國人他們當然是有一些他們信基督教的啊 但是他為什麼要來這邊? 他要看那個不同的那個文貨啊 他要看那個佛教文化還有什麼? 他要看佛教的文化嗎?Otella,Otella就是佛式 他要看佛教的文化嗎? 那他要看什麼?他要看日本的神道教的文化嗎? 神社是拜那個,我們神社是叫做神道教有沒有? 神道教拜的是神什麼神?我們上次有講過嗎? 神道教拜就是天皇的那些祖先嗎? 還有天皇死掉那些天皇他也變成神 因為他們認為天皇是天神派下來統治日本的 天皇是天神的子孫派下來統治日本的 所以他們認為天皇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神 他們日本很多人是這麼認為 所以天皇死掉以後他就進神社他就變神了這樣子 所以上面這一句 外國人夢呦叫什麼? 外國人 人的話念景,所以外國人 夢呦爺,遊びに行きます 所以外國人也會來玩 有沒有 know,外國人也會來這次玩 這個句 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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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kopai 這寫 cloth 你想起 renze 池 わかnen 是泥 and 木司になってうみがある ブミがある 前面有海的 海念うみ 那我們現在改成洞詞 記型段句 動詞選項 lang 後oshiroにに 後oshiroにに 後らの後面 前面有海 山があります 後面有這個 後面有3 下去 若い人 年輕人 我 ほべが好きです 若い人 ほべが 神戶這個城市 好きです 喜歡 前面講過XXXXXSKITES 喜歡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再來介紹一下神戶 因為我剛剛有去過 日本朋友帶我去過 我們來看一下海跟山 看一下 我們現在大概講一下他的歷史 神戶以前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漁村 在兩三百年前是一個很小的漁村 根本就沒有人理他 他有點像香港 香港以前古早也是個很小的漁村 沒有人理他 後來英國政府割地賠款 這一塊就可以變英國的租借 英國政府在那邊經營了很久 所以香港後來才發達起來 神戶有點類似這樣子 神戶在兩三百年前是一個很小的漁村 後來日本有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 日本也跟那個時候清朝一樣很激落很無力 無法抵抗外敵 那些歐美老外的侵略什麼的 就是沒有侵略就嚇嚇他們日本就投降了 然後他們 怎麼樣 日本人被要求要 因為那個時候 德川家康政府是鎖國 是鎖國 之前是鎖國 後來叫歐美 歐美鎖國 德川家康政府鎖國三百年 所以他們是很落後的 因為不知道全世界的科技文明發展 後來有一個叫黑船事件 我再講一下 黑船有沒有 黑船有點忘記怎麼講 那我們先把它打出來 先把這個黑船打下來 好 我們再講一下這段歷史 好 因為日本原本以前是那個 跟清朝一樣 那個德川家康時期 就是他們鎖國 所以他們 沒有跟國外接觸 所以很落後 那後來 美國一個叫黑船 叫Kurohune 一個叫Kurohune 黑船就是那種鋼鐵船 那黑色的那種鋼鐵船 美國有一個叫貝利提督的 就是美國的海軍 然後他們開的那個黑船 鋼鐵船 然後很大隻 然後因為日本那個時候 已經鎖國很久了 他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鋼鐵船 還有這麼大的大砲 所以他們當時就嚇傻了 然後貝利提督說什麼 貝利提督說 你開國 你開國 你開港 開庫庫 你要開國 那你要開港 開國 你要開國 然後你要投降我們美國 然後我們美國要把東西賣給你們 跟現在一樣嘛 美國那個時候他們工業革命 就是原本手工生產變成機械生產 覺得太多東西了 他們國內自己消耗不完 然後他要賣去哪裡 他就開船去 開船是中國去什麼 去日本去那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說你跟我做生意 我把這些東西賣給你 如果你不跟我做生意 我就用大砲打你 然後那個時候日本就嚇到了 這個叫Kurohune 他們看到那個美國人的黑船 看一下黑船事件 就是這個 這個當時畫的 就是美國的一個叫貝利提督的 就美國的海軍 他們就開船就來了 這個當時黑色美國的艦隊就來了 然後日本人就嚇到了 就跟他們什麼 就答應他們的要求 然後跟他們做生意 但是其實是 我們現在也是啊 美國要賣我們什麼 美國他強迫日本 強迫韓國 強迫台灣 說我要賣你豬肉 我要賣你牛肉 我要賣你什麼 反正他們國內 懂嗎 懂嗎 因為他們這樣才賺錢啊 逼你買他們美國的東西 你如果不買就制裁你有沒有 他們以前他們從古收就玩這招 那古收他是用武力威脅 那個時候日本還很落後 他這個黑船這個叫 貝利提督的他就開船就來了 說 你不跟我買東西 我就用什麼 我就大砲轟你 然後要求 要求這團家康政府就是 就是你要開國 然後你要設一個港口 跟我們做生意 那就設在哪裡 就設在省戶 後來 設在省戶 後來又設那個橫冰 就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 在省戶這邊 省戶這邊有海嘛 那個小漁村嘛 後來 後來就是 不是只有美國 很多國家 也要跟他玩這一套 所以 後來那個時候 德山家康那個時候 德山家康那個 德山家康幕府的末期 有點 有點像我們清末民初的時候 就在哪邊 就你要開港 在省戶開港 原本是要開國 然後就是 你不要再鎖國 你要開國 後來你要開港口 跟他們做生意 就選省戶這裡 所以省戶這邊就蓋了這個領事館 領事館就是 我們看一下 後北 你看一下 省戶的山上面 就有很多各個國家的領事館 那 我們現在去逛的話很漂亮 你看一下 那個時候 就要求他們開 什麼 領事館就是辦事處 那國外的一些大使 國外的一些什麼 他們就是 要求開港 要求那個日本買他們東西 然後就要設領事館 就是各國的那個 辦事處 裡面有一些外交的還是這個 商人的 外國商人的什麼 看到 所以我們去神戶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領事館 那你可以去逛 那這間我記得這一間 有一些進去還要收錢的 還要門票 有沒有 那我記得 我去的時候有一間 就是 他要門票 我就不進去 我就坐在外面 可是 可是難得去一次 你應該是要花門票進去的 然後進去 所以還有很多各個國家的領事館 那限制連那個清朝的領事館都有 所以你去神戶 你去那個神戶 有沒有 它的前面是海 你去 神戶火站下來的話 你會覺得 欸 是一個海港 然後你再一直往裡面走 它會走到就是一個小山丘 小山丘 有那個各國領事館 有沒有 那個時候蓋的 我記得就這間 這間要收錢 那有幾間比較漂亮的 有幾間比較漂亮的這個領事館 那這個的話你看照片跟看影片都會有啦 但是你當你自己去的時候會比較好玩 因為自己去跟看那個實在是 還是差非常多 那我 我會差非常多 那後來神戶那邊的領事館 原本叫劉基坎 後來他們把它叫做藝人館 這個藝人指的就是外國人啦 後來就叫藝人館 以金坎 以金坎 他們把它叫做藝人 就是不一樣的 人就是指勞外的 所以它這個是後來他們叫做藝人館 看一下 就是剛才那些領事館 怎麼樣 那個體力很好 因為它是一個小山 你要走很久很久 一直走一直走 要爬山路 有沒有 就是各個國家的不同的那個建築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當時各國的設 他們的各個國家在那邊設領事館 然後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那個 他們要用人嘛 他們就是那些老外這些官嘛 那些什麼 老外這些官 然後在這邊註點 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用人 然後他們還要什麼 他們還要翻譯 然後這些人都找哪裡人 這些人都找當時的香港人 就香港那邊就是 你就來這邊 我們來這邊做藏工 然後我們領事館做藏工 還是幹嘛 還是在那邊當女優 還有來這邊當翻譯 然後後來這些 後來日本搶的時候 這些領事館撤走了 然後那個時候那些 那些香港人 廣東人 那些傭人 那些翻譯 那些什麼 他們在那邊也住了一兩代 所以後來撤走以後 這些人就留在日本了 然後後來就形成了中華街 後來他們就跑去 他們就跑去 某個地方定居 然後後來那個地方就變成中華街 中華街 中華街就是這樣來的 日本有中華街的原因就是這個 因為這些華人 你要嫁回去也回不去 所以就是他們就變成中華街 有什麼橫濱中華街 哪個地方要中華街 什麼中華街這樣子 就是後來就是這些 中華街 横濱中華街 横濱中華街 有沒有 我是聽我日本朋友講的 他是這樣講 因為去的時候 他帶你去玩 他要跟你講解 所以他是跟我這樣講 其實我也沒有認真去看這個資料 所以我不知道他跟我講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是這樣講 講的是說 是這樣子 那後來好像 後來因為神戶的那個海港 他的那個海 不夠深 所以大船不能進來 所以後來神戶就把他改到哪裡 就把他改到橫濱 就把這個海港後來就潛到橫濱 叫Yokohama 因為神戶的那個海太淺了 那你後來船越大 那吃水不夠深 所以後來神戶是這樣子就沒落了 後來就潛到橫濱 所以後來那個 所以中華街爬到橫濱那邊 可能是因為這個 後來就是這些人 這些領事館辦事處好像就移到 然後 這是我的課本有寫的 我一個課本有寫 但是 我沒有這麼 研究這麼多 我的課本 我有叫一個課本 他是有寫 他說三大中華街有什麼 Yokohama Kobe Nagasaki 所以日本有三大中華街 都是以前 中國人在那邊聚集 那聚集久了之後 因為某些原因 有沒有 他這個長期的我是有去過 長期有的還有賣那個牆縫 牆縫的是什麼 日本石井麵 神戶 那橫濱的我沒去過 橫濱中華街 日本三大中華街 就是 中國人的後代都住在那裡 這樣子 ok 好 嘿 所以如果你要在這邊吃 然後他們有那個 我們這個比較中華的那種 過年啦 年節那一種 嘿 ok 好 好 譬如說你看一下 我們來講一下 蘭丹 Festival 蘭丹是這個 燈籠 Festival是結 蘭丹Festival 燈籠結 就是我們講元宵結 那這個 你看一下 好 長期的每年都會辦 那2021年好像中止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看他們的燈籠還是很傳統的那一種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移民 他們是 中華街 是我們華人的後代沒有錯 但是他們移民過去已經一兩百年了 所以他們的那個 是這種 舊 舊以前很舊的那種 那種新年 比較以前那種傳統式的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過年的味道 那現在呢 現在我們台灣的新年都 這個燈籠都不三不四的 那什麼 做一些 要摸鬼怪有沒有 做半個做很醜 有沒有 半個做一些什麼小叮噹 欸 那華人做什麼小叮噹 有沒有 做一些卡通的物 喔 做什麼皮卡丘都做不像 做得很醜 做什麼猴子都不像 有沒有 那他們之前就是 他們日本的中華街的那個 這個什麼 燈繪什麼那些 還是很傳統的 有沒有 很傳統的 有沒有 懂齁 嘿 OK 好 那這中華街 你去那邊就是華人的後代 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重點你要講 他們在那邊 日本住久了 他們已經不知道 第幾代了 他們都改 改名字了 都改日本姓了 所以你會 你會發現 他怎麼 華人後代之後 就很少姓 一個中國人的姓 因為他在那邊發展 他要改個日本姓 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好 好發展 好 所以堅持中國姓的很少 嘿 好 好 好 這個車遠了 所以就是這個 神戶就是這樣的地方 所以你去的時候 就是要去看這個 一金刊 藝人館 就是以前的 他們的那個領事館 好 現在叫藝人館 嘿 好 大家就去看那個 所以就是你不用 就是那種歐式建築 各國的那種歐式建築 好 還有這個 各國家的那個 好 大家喜歡看這種的人 可以去看 好 OK 那我個人是明信佛教 所以我比較喜歡看寺廟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 我們接下來要看這個 五十五頁 列西西 那因為這個我只有去過一兩次 然後我那個 那個 簡介沒有看很多 所以我講的是大概的 那有可能 時代有九年 搞不好講錯也不一定 那大概是大概是那樣子 嘿 那我 各位自己親自去 自己親自去 然後自己去看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歷史簡介 一大堆的 會比較詳細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五十五頁 好 那我們看五十五頁練習西 我們把練習西 講一講就下課 我們看一下 好 第一句 昨天 Doco卡 哪裡 行きましたか 昨天你有沒有去了哪裡 有沒有 這個Doco是哪裡 這個咖是問號 那Doco卡我們就翻 不知道哪裡 這咖是問號 不知道哪裡 所以昨天不知道你有沒有去了哪裡 有沒有 昨天不知道你有沒有去了哪裡 那Doco卡如果你要翻中 也可以翻一些地方 昨天你有沒有去了一些什麼地方 他說 那你回答A 是的 是的 我有去哪裡 是的 我有去 京都へ行きました 京都へ行きました 是的 我有去了京都 そうですか 他說 這樣子嗎 你去的京都了嗎 瘦是代表上一句 上一句講的是去京都 所以我去了京都 京都で何をしましたか 你在京都做了什麼事情 他說什麼 友達にあって 我見了朋友 那個阿妩是見面 要改人貼心 我自如出影片 所以我跟朋友見面 有沒有 食事して 食事吃飯 讓我跟他吃飯 貼心斷具 それから それから 然後 有沒有 お寺 寺廟を見ました 然後我去看一些寺廟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一句 我們把那個畫線的地方 我們帶帶看而已 所以 我們看第一個圖 他說 昨日はどこか行きましたか 昨天你去哪裡 誒 どこか行きましたか 昨天你去哪裡 誒 誒 我有去一些什麼地方 京都へ行きました 我去了京都 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 今日どで何をしましたか 你在進入做什麼 友達にあって 我見了朋友 然後我幹嘛 嘿 然後 我們去了什麼 我們去了美術館 然後 我們又去了什麼 這個 圖畫的很小 我好像近視了 應該是老花眼還是 我不知道 反正 誒 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去美術館 然後又去公園散步 所以我們把這個改一下 所以 友達にあって 有跟朋友見面 然後怎麼樣 好 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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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一手 所以我有去了美術館 然後 それから 然後 然後 在公園散步 公園を散歩し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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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園散步 沒有 好 那 來了 為什麼這個住詞 這個住詞 為什麼用歐 好 我們上次有講過嘛 我們在一個 譬如說公園 譬如說這是一個 一個方形的公園 那我們用歐的話 你一個地點 後面用歐 後面用這個動詞 那種移動的動詞 我們在公園散步 還是飛 還是游 游泳 你在裡面 跑來跑去 或者跑進來 跑出去 或者是這樣穿過去 我們就用這個 這只有有移動的 我們就用歐 然後就是 那種移動的感覺 所以 我們在公園散步 你在公園散步 就是在裡面這樣走來走去 有沒有 有沒有 不是 這樣繞得繞去 有沒有 好 我們看懂 好 下一句 好 所以 下一句 一樣 昨天你去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了什麼地方 你有沒有去了一些什麼地方 欸 欸 我有去了京都 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 好 然後 下一句 京都で何をしましたか 你在京都做什麼 沒有 友達にあって 我跟朋友見面 然後第二句 改一下 好 我們去看比較 我們去看那種很古老的神社 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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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 我們要改一下 我們要 應該是 然後 買了這個禮物 quando おみやけ おみやけ おみやけ是我們去玩還是去哪裡 帶回來的這個伴手禮帶回來的禮物 叫おみやけ 所以おみやけを買いました 然後去買了這些禮物 好 我們看懂 好我們看一下一題 日本語が上知ですね 日本語 日本語什麼日文 剛剛是對象 英文日文什麼文 日文 久知是厲害 日本語が久知ですね 你日文好厲害 然後咧 どのくらい 多久還是多少 你問時間又多久 你問什麼東西的數量又多少 どのくらい勉強しましたか 我勉強是讀書 學習 所以どのくらい是多久 所以你學了多久 一年くらいです 一年くらいです 我學了一年 看到嗎 くらい是大概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然後是什麼 我是什麼時候學 日本黑 我們說那個てから是什麼 之後 所以日本黑きてから 是什麼 來的日本之後 始めました 我才開始開始學的 始めました 那你這個來 我們來原型叫プル 那你說要變て型 那個てから是て開頭巨型 就要變て型 在講很多次 那你那個來變て型 會變きて 然後就叫から 所以きてから是之後 所以我來日本之後 才開始學的 看到 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 すごいですね すごい是厲害 你好厲害喔 他說いえ いえ是什麼 不 まだまだです まだまだです 就是まだ的強調 まだ就是還沒有 還怎麼樣 まだまだです 他的強調 比較語氣比較重的 說 不啦 這真是不 我還沒有啦 或者是我還差的遠 然後 說不啦 我的日文還差的遠 我還沒有啦 我們懂 這樣會嗎 通常是這樣子 你是日本的朋友 你是他的朋友 然後 你只要會講一講 你日文講的多爛 他都會說九次dex內 他都會說你很厲害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去日本的公司上班 你不管講的多好 他都說你爛 那因為什麼 角度不一樣嘛 你去那邊上班 你是他的員工 然後他就會對你GGY 對你GGY 這樣子 就會嗎 那還有就是 他們看到金頭髮老外 他日文講多爛 他們都不會苛責 可是他們看到台灣人 就覺得 他們不會把你當老外 因為他認為 你看起來很像日本人 你台灣人 就是東方人嘛 他們對你的日文就很要求 而且很機車 就是角度 如果你是去日本工作 你的日文就很被要求 然後一直罵你 一直念你這樣子 一直矯正你 可是如果你是去 你是去花錢的 你都講的多亂 他都說你好 那你不要說是日本人 日本人對他們自己的人 也是這樣 就是日本上班人的話 就是他對他們自己的人 對他們日本人 然後對去上班外國人 都要求那個 除非你是金頭髮的老外 他才會對你很好 因為他們很重陽 很重陽妹外 這樣子 好 OK 好 這是車員了 這是真的 好 我們一下看 有點歧視 其實叫殺被子 你會覺得他們有點歧視亞洲人 但是 其實年輕人的話 到很多地方 不同國家去工作 被人家歧視以後 就是你去 增強你的抗壓性 這對你的人生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東西 不要太嚴重的話 有一點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幫助的 因為人要有一點 被人家逼 會有一點危險 有一點危險環境 還是有壓力環境 才會比較會成長 好 那我們看下一句 下一句 我們看下一題的圖 說你 日文不錯 你學多久了 那我拿一年左右 那 然後是什麼 我什麼之後才開始學的 沒有 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我們這一課是叫什麼 大學畢業 我們這一課是叫什麼 我們 大學畢業有幾個講法 第一個 手之丘 等一下 手之丘 你用 你用 那你怎麼講 等一下 大學 小者 廣告 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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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後 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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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課本這課是怎麼教另外一種 大学を出る 你這個オデル是從什麼地方出去 你記住オデル是從什麼地方出去 所以我從大學出去就什麼意思 我從大學出去就是大學畢業 所以這句大学を出て 然後始めて 所以這一題的話這兩個答案都可以 始めました 你這一題可以用大學を出業してから 我大學畢業之後 你可以用這一個 然後第二個 你可以用這個大学を出る 從大學出去就是大學畢業 這兩個都可以 這樣會嗎 我們再講一遍 大学に出る 大学に出る是這個人在哪邊出現 尼出る是這個人在哪邊出現 オデル是出去 那你從大學出去就畢業 那尼出る是在大學出現 什麼意思 在大學出現是幹嘛 就是去上課 這兩個意思差很多 這兩個意思差很多 再加オデル是從哪邊出去 那尼德ル是在哪邊出現 之前講過尼是在 那歐勒 歐是那種移動的感覺 我們說 那個移動的感覺 歐是這麼 歐是在裡面繞繞繞去嗎 還怎麼穿出去嗎 出來進去嗎 那你後面是德ル 所以歐德ル是什麼 從這個出去 我進入公司才開始學的 所以進入公司怎麼講 開始に入る 開始に入る 我進入公司才開始學的 那你敢てから 開始に入るから 我進入公司才開始學的 有時候學日文 你不要想說 我學日文以後 要進日三要賺錢 這樣想 有時候你就當作是一個訓練 譬如說 我不是籃球員 他也跑去打籃球 我不是那個運動員 我會去跑那個跑步 跑馬松 為什麼 我會有身體好啊 那有時候你學日文 有時候你不是要靠這個賺錢 就是他可以當作是一種頭腦體操 人要一直動腦 比較不會健忘症 比較不會老人癡呆 這有研究的 如果一個人 他會講兩三種語言的話 他的大腦 老人癡呆率的機率很低 為什麼 因為他常常要動腦 所以你可以當作是一個 就是大腦的一個運動 這樣子 這樣也不錯 好 那我們看 所以我們看下一個就是帶這個 所以 我進入公司之後 有沒有 然後 開始了 然後我才開始的 才開始學日文 怎麼樣 那我是很鼓勵 我的學生有50幾歲 快60歲的 那 人家要退休了 然後學日文幹嘛 去日本玩 有錢 有沒有 那種通常都很有錢 他就是 退休沒事做 每年都要去日本玩 然後他要看日劇 看小說 有沒有 這樣還不錯 然後 第二個 你可以訓練你的頭腦 然後這樣比較不會退化 他會變比較聰明 吃雞蛋 ok 那我們看下面那個 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 印度 內西亞 印度 內西亞 印度 印記加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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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這個印尼的一個叫班東的一個地方來的 他說班東 班東 班東有沒有 你如果不是印尼人 這種小城市我們就不知道 DOMNA DOKORO DESKA 班東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有沒有 他說SOU DESNE 技巧是講 搜史講上一句 最後是那個嗎 那個是帶領下一句 什麼樣的地方 他是什麼樣地方呢 然後 D tem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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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綠色還是綠地 所以呃 D temps D temps J BON D temps 緑が多くて 綠地很多 森林很多 綺麗な 是一個很漂亮的 所です 一個漂亮的地方 そうですか メキシコ メキシコ是墨西哥 他說 我是從墨西哥 的 ベラクルス 一個叫ベラクルス メキシコ 所以 メキシコ の メキシコ 墨西哥 一個叫做什麼 ベラクル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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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らきました 墨西哥的ベラクルス ベラクル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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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んなところですか ベラクルス 是怎樣的地方 ベラクルス ベラクルス 離這個 海很低的地方 海が近 FEラクルス 海が近かった 海が近く Ing 他說我是從德國來的 都一直德意志 德意志就德國 都一直德意志德國 都一直咯 我是從德國的 フランケン 不知道哪個 我從德國的フランケンからきました 我是從德國的フランケン來的 他說フランケン 他有點疑問 有一點疑問就要拉高點 フランケン どんなところですか フランケン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贏跟油妹 我贏就是葡萄酒 有人像白酒 白酒就是葡萄酒 我贏跟油妹 我贏跟油妹 名詞 那形容詞這段句 油妹是那形容詞 那形容詞名詞這段句 我贏跟油妹的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葡萄酒很有名的 奇麗なところです 好 那我是從這個 台灣的桃園來的 怎麼講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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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的話是唸Sono 圓是唸Sono,但是在音變會變MomoSono 你看一下,日文的Sono 圓跟圓都唸Sono 圓跟圓都唸Sono,陶是唸摩摩 所以陶圓叫MomoSono 當你音變MomoSono不好聽,所以要變成MomoSono 那如果你唸英讀的話就變ToeN 所以你有兩個唸法,一個唸ToeN 這是英讀,那訓讀是唸MomoSono 所以台灣のMomoSonoからきました 我是從台灣的台灣來的 MomoSono MomoSono桃園 DOMなどころですか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そうですね 它是國際機場的那個地方 就這樣講 好,怎麼講 Kukusai Kukusai 國際 Kuku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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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國際機場那個地方 有沒有 我以前都喜歡騙日本人 騙叫做Damasu Damasu Damasu 我很喜歡騙日本人 騙說什麼 我們三國字裡面 因為日本人他很熟三國字 有沒有 三國字 三國字 日本人很熟三國字 我之前有叫一個很有名的大學大學生 他根本沒看過三國字 我說 因為那個大學生是姓趙 我說三國字裡面有一個姓趙的 叫什麼 姓趙念邱 叫邱文 趙雲很有名 他就說趙雲是誰 因為他 這個 我就覺得很誇張 而且他是很有名的大學 趙雲是誰 不知道 那日本人很明三國字 所以你跟他講 三國字裡面有什麼 劉備、關飛、章魚 什麼 劉比 看舞 鳥肥 三鳥大農 有沒有 這三個兄弟有沒有 他們那個桃園結義的地方 因為桃園嘛 那日本人他會 日本有些日本人他比較笨的會相信 然後但是比較笨的日本人他 他大概 一天之後他就會 還是半天之後他就會覺得我在騙他 為什麼 因為 桃園三結義不是中國的那個故事嗎 怎麼變台灣 然後他最後會發現你在騙他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好笑 那我常用這一招 但是你如果直接跟他講機場的地方就知道了啦 好 好 大概就這樣齁 大概就這樣齁 那我們十六課上完了齁 那接下來上十七課了齁 好 那 接下來十七課就是說你要加入會員才看得到啦齁 我們的這個一到二十五課可以考讀完的話可以考N5嘛 再買一些單字書聽書可以考N5嘛齁 那第一測是一到十二課嘛齁 那我開放就是開放前面好像開放一到八課嘛齁 那後面的好像九到十二課你要加入會員才看得到齁 那第二測 第二測的話我是開放十三到十六課齁 齁 那你從十七課到二十五課的話你要加入會員才看得到啊 加入會員才一個月九百塊齁 比你在齁一個月你要看 看多少小時一個月內就是九百 齁 齁 算很便宜的,比你在外面補,你在日本語言學校補的話,可能要花到一年要花到50萬生活費 就是你學費加生活費50萬到100萬 看你是過超級貧窮的生活,還是過得很好的生活去旅行 那你在台灣補的話,那個錢還有讀日語系的學校的錢,遠遠都超過我這個一個月900塊 可能是最少五倍到二三十倍,甚至五十倍,六十倍,搞不好百倍 所以我這個已經收很便宜了 所以如果你要看現在十七到二十五的話,你就是要加入會員來看得到 那 就再來這樣,因為我也是要生活啦,家裡也不是很有錢 也是要賺一點生活費 那還有就是說,如果 還是要贊助一下,不然小弟的生活也是那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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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趕很非常多非常多課本 讓大家可以從五級學到一級 或者你已經在讀日文系 還是讀日本語言學校 我很多學生他是讀日文系 日本語言學校 那因為他們學校教太怪 因為他程度的問題 還是日本老師講的他聽不懂 尤其是文章跟文法 因為那個文章 就沒有辦法 因為文章用日文來解釋 然後他們就是聽不懂 所以我的專長 是在教比較一級二級的 那種很難的讀本 我很多學生是那個 學校教的看不懂 日本老師教的看不懂 聽不懂 可是考試又要考,你要考檢定 你看不懂就考不上 所以那個階段來找到補的人非常多 就這樣 所以如果你既然看實習課 你可能要加入會員 好 晚安 然後你要加入會員的話 你看一下,很簡單 這邊有個加入 你就任我的任何影片 這邊有個加入 按進去就可以加入了 好 那 有一些學生說他加入不了的原因 就是 你在台灣的話 還是在其他國家你就加入不了 但是有一種人加入不了 就是他是在日本 然後他是用那個 iPhone系統的 他會加入不了 可是如果你在日本你加入不了的話 你就用那個 安卓系統的 或者是用那個電腦 你就可以加入了 好 就是這樣 好 那如果你加入了會員的話 你看一下 好 在我的部落格 這邊有五集 四集三集二集一集的書 好 你看我們是這個 這個這一本是考五集嘛 那五集我今天有加完一套 是文化日本語 你可以看文化日本語 也是可以看我這一套 就是新教這一套是 新文化日本語 兩套都可以 你兩套只要看其中一套 你就可以考上了 但是 如果你想學更好 你想學更徹底 你可以兩套都讀 你可以兩套都讀 好 好 就這樣 晚安 大家學日文辛苦了 加油 拜拜